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陪一兰教授党史真相系列节目 今天是第一集 陪教授将于我们回顾玉家三代人的秘密 我们所谈的玉家是指玉宋华 也就是明朝大将玉大游之后 其子玉彪文和其孙玉眉孙 玉家可谓红色家族 但他们的命运如何 马列主义给他们的家族带来的是福还是货 下面有请陪一兰教授 陪教授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了解 马列主义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我们的记忆中就是 毛泽东曾经说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 您能否介绍一下 玉宋华 他的人生经历 以及他的成就 网友好 我想用系列真实的史料 证明中共如何一步步起家 形成气候 做大 夺国 绝大部分资料来自于大陆 因为我在里面这么多年 根本刚刚出来才半年 不可能看到 没讲透那些资料 很少看到 在香港台湾看到一点 但是已经很后面 很少 用的都是中共自己的资料 我这个栏目呢 就是建议中共真相 用的都是这个 用的是一本书 就是台版 中国死则里 红色死则里的真相 用的是这本书 先是第一本 一共是这套重书是六集 现在出了三集 第四集 马上就要出版 这是今天和后面讲的 20篇左右的故书 那个系列都是用的这本书 瑜伽三代一滴类 祖淫直死孙冤 祖父把马列主义淫毁了 儿子呢 死在马列主义的高潮 对不对 五七年那个高潮当中 孙子呢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受冤 也就是说 一位叫马列子 这是学说 贩运回中国的赤佐的名士 使他的后代是遭了一样的 这是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俊起来讲呢 我先讲祖淫马列 于宋华是 1893年 到1947年 他的生祖淫 也就是他就活了54岁 江苏泰昌人 明朝平窝 名将于大牛 于宋华本人出生于上海 先后就如上海的清华学堂 不但攻学 后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 回来以后呢 回国以后 他在上海的实施新报 学登复刊 担任主编 应介绍武士新思想 新知识而著称 学登复刊呢 是新文化运动当中的 四大复刊之一 另外三个名都复刊 是上海的 民国日报的 觉悟 北京城报的 副卷和金报 副刊 于宋华还一度 与张中逊 公同主编 解放与改造 半月刊 1920年 他得到 梁启超的支持 27岁的于宋华 作为上海实施新报 与和北京城报的 特派员 也就是两家报社 经过杨启超的 斡旋 共同出钱 把这个 于宋华作为 特派记者派出去 有两个跟班 其中一个跟班 就是徐秋白 21岁的徐秋白 这个时候是作为 翻译议员出去 因为他当时学了 是这个 博语专修班 他刚刚学了一部 这一部比较年轻 另外一个叫李仲 他们一块去 也就话说是 于宋华 拿到那笔钱 其中有一部分是 翻译的钱 但他雇了这个 徐秋白 到了乌斯科以后 他们见到了 列宁 摩洛托夫 吉诺叶夫等 赤额领导人 宇宋华的长篇通讯 苏额之感想与建文 在城报 连载37天 也就是说 他最早的 把马尼主席的 赤额和运回到中国来 1921年的5月 他又到了柏林 去采访 进修了三年一份 1924年归国 归国以后 担任大学教授 担任东方大志的编辑 27年 国民革命高潮当中 他随着徐秋白 到了武汉 担任 国民革命 第26军的 秘书主任 这个26陆军 就是后来 在宁都暴动 就是17000人 归了中共的 那次大事件 就这次不备 余孙华和徐秋白 一起讲 马力主义 范运回华 30年代 在上海的 申报担任主编 总编 19371年的 4月余孙华 赴延安采访了 当时的 中共第一号人物 张文天 二号人物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申报 长篇连载 余孙华的报道 就是对这个延安的报道 他也是有功的 对共产党来说 也是有名字成 所以1928年到1949年的21年间 余家经常为徐秋白 范长江等中共要劫 提供帮助 他的学生当中有范长江 石西明 方汉旗 沈昌焕 沈昌焕是后来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府的外长 但余孙华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不远万里范运回国并积极推行的这个祖国 并没有资达后人 沈昌焕的经历 应该说是引进了马列主义 下面我们谈一谈他的儿子 叫玉标文 那么玉标文那从意识资料来说 他是比较亲共的 因为国民党退守台湾他是没有去的 并且他是想跟中共一起建设一个新中国 那么他的命运又怎么样了 其子玉标文 1926年到1957年 也就是活了31岁 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毕业生 1947年聚集赴台 他当时已经在国府一个机构共职 还有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参加了中共的开阔大典 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半公斤副主任 14级 级别14级 不算低 他得到财长李先念的跑评 因为对保险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57年华佑 7月19日 在反佑的高潮当中跳龙自杀 31岁 由于玉标文自杀 玉人民对抗道理 她的母亲这时候在上海的外滩 中国银行义务科担任不干 他是这个那个瑜伽的就是他的母亲呢 就是这个余宋华的妻子呢 是1949年参与了接管 这个国府的银行 他提前 这个是因为儿子花佑了 所以他提前 被迫提前退休 工资减半 每个月只有37块 一直到86年去世都是这一天 宇彪文的妻子是重庆大学经济系毕业生 当时经济系毕业生是多少啊 只有一点点 真的这是国家的真实人才啊 但是他而且是马银出的学生 被下放到农村去 然后这么改造 到1979年的7月 保险公司 中国银行义务科保险公司 人事处长上瑜伽宣布改正 你要不是平凡而是改正啊 有这么两句话 你的父亲过去犯了错误 就是说你们的仪标还是犯错误的 现在宽大为怀 这不算 还相信是说政府宽大你 对你的宽大不是我们搞错了 是我们宽大 民政局按照1957年的标准 发放辅除金是 一共给他辅助金是360万 如果按照1979年的标准 应该是1500万 但是他挨到最低的给 这就是所谓中共全心全意为人与父 2003年 余妻也就是余顺华的妻子 临终前告诉两个儿子 他1957年就想投河之境 一死了之算了 一定要排量 脖子徘徊在顾东的 顾城河的河边 但是实在不忍心抛下两个年幼的儿子 长子玉梅孙之后是四岁 幼子才一岁 所以他说他坚强地活下来 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 得了精神病和蒙冤入狱 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已经是精神病 他的大儿子玉梅孙入狱 他为什么玉梅孙 马上下面讲 我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 这个时候玉梅孙的妈妈 也就是玉梅孙的妻子 不是这个玉梅文的妻子告诉他 他可能就是这么样的 所以说这个玉梅文 哎呀对对对对 陈教授啊我们谈到了玉梅文下面我们再谈一谈他的儿子 也就是玉宋华的孙子也就是玉梅孙 那么他应该说是生在解是解放以后出生的 他的命运啊是否会出现转机 是否会苦尽甘来 那么第三个就是孙渊 讲了祖淫 直死孙渊 第三代的长孙玉梅孙出生 幼孙就他的弟弟于宋孙 1956年出生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狗仔子的屈辱当中 因为很小嘛 这三岁四岁啊 这一岁就他父亲就已经是 右派就跳龙自杀了 幼孙于宋孙 中学时就三次自杀 因为被同学啊 这个环境那都是作为敌人嘛 狗仔子嘛 精神深度抑郁 这个一直十多年来 这个最近十多年来 一直在军生病里传 狗仔子残存 玉梅孙 我一直很偶然 就会跟他在 在上海聚会认识他 19玉梅孙 79年入党 加入中国 1984年 毕业于北大法院时 入公务院办公厅 是用他的 这个时候还用他的 历任 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主长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杂志 经文法治 编辑部主任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顾尼的秘书 在中南海办公十年 在中南海里办公了十年 写了一些书 1988年 晋升正处 1991年 获得副研 副研究员的支撑 1993年 还兼 北大 法律系的 兼职副教授 1992年出的是 因为他出于惯例 也出于存粮的动机 为上海文费报提供宣传的辩论 按照惯例就向文费报 祝金办主任给了 常代保密期的 14大政治报告的征求意见稿 当时是为法明期 还有三来一天 就是 但是呢 这个按规定是不能 不能庆灭的 他一时输货 把这个文件呢 就给了文费报 文费报当时 在他聊的时候 就去封印了 就是倒印 而且又在香港报刊上发表 所以这一期就牵涉到一桩案子 就把他卷进去了 就说他泄密 所以1994年的1月底被捕 这就是孙冤 他是有点冤枉的 他不管怎么说 他也没有造成设计后果 因为泄密并没有造成设计后果 反而产生正面良效 他的案子的律师是 江平大律师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 亲自为他担任律师 做无罪辩护 顾名他的上级 等他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也伸手相援 但最后仍然是没有饶过他 还是说他泄密 所以说是一个微小的差错 是一个实物给他重判 判他泄密罪三年 所以他这一生就被毁掉了 入月以后 玉梅孙很好 管民可减刑一年 但拒不认罪 但因为一直想认罪啊 这个减刑前提是你要认罪啊 他不认罪 那就没有减刑的前提 他虽然干嘛 他这方面很好 那方一定想给他减刑 多次给他机会 他不行 他这个母亲都求 他家里面的那个母亲什么都求 认个罪买一个头发 给他早点出来吧 不 他说我这个是不能做的 这个我没有罪 我不能承认罪 他坚守良心和底线 那做马上去 1997年1月出狱 也因为不认罪 接到的骗警 按照法律规定 你不能这样 你是两劳人员 那你不能罪 那就不能申请地方 加上不给他解决工作 所以说他自己去应聘 但是由于他是刑事的两劳人员 多次遭到拒绝 这个在我这个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 是他已经快六十岁 当时还不到六十岁 但是身处于浊 老婆呢早就离他来去了 为了照顾弟弟 他常年流浪于这个户 到户到上海来 他家在他自己住在 应该是台座上海来 他自己说呢 诺大的上海 他已悟我兄弟俩 牺牲之处 兄长入狱 因为弟弟受惊 精神病复发 入精神病院 上海精神病院三年 多次自杀 电机修课的治疗 使他最终上市 他的弟弟很惨 2008年后 曾经参与立法 玉梅孙 竟也人若为 求告独门的 访于刘洛 将深陷控制 出业后的 自立于底层的维权 发表法治文章数十篇 替涉地的农民维权 出席右派的聚会 他本身就是右二代 成为警方的重点 监控对象 家门口一度是探头事后 到着他一出去 那边就知道了 他出去了 他就看到了 每年的敏感期 比如国庆 两会还有六四 警察是全天的事后 端在他下面 他柔的下面 有的时候人很好 看到警察在传达设备 四十八十很冷 到我家里来吧 你们只能到我家 到我家里来 至少暖会去吗 提供一点什么方便面 好像吃的稍微热会员 方便人家执行功务 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双方有对抗的机力 因为他竟然是可以的 到你家里来 你还是可以 真的你要出去 他要跟着走 你要是有他不允许你的动作 用他还是会有对抗的机力 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很配合 很配合警察 所以说相互离调 他们有一词叫相互离调 2009年警方已60大庆 中国共产人民共产国成立六十周年 通共要大庆 维稳作为理由 把他限制在家里 大概将近一个月 就把一位高知党员 他是北大毕业的 培养成为苦打仇深的流浪汉 一位本可为国尽力的动良之才 成为人为求告无门的弱势放民 一次次领受拓面之干的羞辱 甚至常常活不下去 要产生杨家式的冲动 他上次有这个聚会上 他说我要要快变成杨家了 我是劝他哎呀怎么怎么 他一开始还不理解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怎么怎么样 哎呀 所以他说呢 他自己人为仿余女后 他特别理解血液 下血的碗 睡在最高法院信仿办大铁门外的方法 特别的事情也是这个样子的 各个他的原话是 各个艰苦卓绝 比我艰难痛苦的多 我沦为仿余女后才真正理解他们恐大抽身和万般无奈 直率的说 一个至今仍奉专政卫 为政术的国家 当然不允许法律干扰这次 没有意识形态的中国 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卫 不把这个意识形态的违章主义的马列体拆除 现代人文理念就无法落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瑜伽三代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一份十分独特 切极其珍贵的人文标本 让我们看到赤潮破坏 那就是这样 祖宁指使顺便 培教授你已经谈了 这个瑜伽三代人的命运 主营 子使 孙渊 都是非常应该说非常凄惨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其他红色家族 比如说张文天 王家祥 他们的这个家族命运又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中共著名的 烈士叫孙炳门 就是大革命时期的烈士 1885年出生 1927年 被杀 这么一个 他的儿子孙宁是女儿孙维斯 周恩来的洋女 孙维斯的孙维斯是1921年到1968年 47岁 他生前是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兼导演 死于文革 死于他父亲想要用生命去换取的新中国 这个孙宁氏呢 孙宁氏呢 也死于六七年 他的哥哥也死于一九年 他哥哥是1965年到1967年 一业于上海光华大学 东京明治大学 1938年入党 朱德的秘书 孙宁氏也叫孙娘 担任过八路军的宣传部的科长 抗战以后 楞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东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 49年以后担任 西南诗院书记兼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参与朱德传的撰写 也写过其他爱情书 但是被文革这个初期被张春桥点名 大骂史书是把朱德写成是 开过元帅歪曲历史 当时要准备打倒朱德嘛 但是孙央杰就孙宁氏 不认账 不认错 他认为自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 造反派就批斗他 迫害致死 孙伟一世大家都知道 因为江青把他 结果是把那个 这个压的文件推给周恩来 周恩来签字 周恩来把自己的洋语 送给你清晨 这个是孙家 孙宁恒的指衡语 下面我说一下 林伯区 林伯区是1886年到1960年 他是中共元老了 大家都很清楚 他而且同步会员 又是早期中国国民党员 而且又是中共这么无脑 他在沿岸区 他很早的老资格 他的女儿 在中国社科院的女儿 林伯医 因为早期被送到 穆斯科去读 读俄语 所以说他多次给中共要决 担任俄语的翻译 因为当时中俄关系好 他需要这个翻译 1950年初 江青到穆斯科去治病 林伯医是他的翻译 担任他的翻译 但林伯医很看不惯江青的做派 大概想中办反映那些 江青的负面 江青就怀恨在心 结下了梁子了 蒙哥初期呢 江青报复他 康生就替江青初期 说林伯医是苏修特 关押秦城七年 另一位招殃的人也叫林 但是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这个林 他这个是个长字头的 那个林还是不太长 他是中央广播局的 对外部的俄语的 波音员这种 他是张浩的女儿 张浩是林彪的堂兄 是张浩的女儿 张浩的故事很长 张浩也是对毛泽东的恩的了 他的女儿 文革初期因为同名同姓 中央广播局 把他的历史问题进行审查 结论承报给中央 江青也搞不清楚的时候 他也听了林立 也问都不问 就批上 批上一行字 林立不是特务 谁是特务 好了 这位林立变 这个 也就因同姻而倒 隔离审查 长期隔离审查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自己种树 自己成良的 所谓自己成良 大一号 是一大代表 李他 他是红色的栽包 第一批的赤说 就是马列祖民学术的创造人 1949年以后 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他打出的右派当时 是全国高校比例第一 很做的 1957年7月4日在全国人大发言 从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 总算紧格了 总算是免费毛泽东的意图 但1966年的7月19日 他仍然是被 专政 临死之前 致函毛泽东 叫主席请救我一命 但是这个信用过了大概将近20天才到毛泽东手上 等到毛泽东批转给中南局的 陶住王润仲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8月24号李大一指 第二天火化 全校大会是叫做 愤怒声讨地主阶级李大 把地主分子李大 宣读中共中央批复的 关于开除愤怒党立的地主分子李大党纪的决定 所以说 李大是标标准准的 用今天中国的一句成语叫做法治 名字这个余松华还是做法顺避 而是子避 他是做法治 另外一位中共前领导人王家祥 1906年出生 1974年去世 安徽 京县 1925年在上海大学 副中部九月入党 29年他入党不算早 不算早 他算相对来说第一代里面比较晚 从年冬天到俄国去 我们是个中山大学 二八年转赡 但他是二十八个半 30年回国 担任洪旗的总编 总编 31年4月进入中央输入区 洪军总政治部主任 政治局委员 那个一度是在地位在毛泽东之上 因为当时毛泽东 这个民事中央输入区以后 毛泽东就被拣 但是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毛的 原来整风以后 整个留书派设施 他在七大的时候只是厚 也中央委员都不是来 在各部中央政组 49年以后只是住书大使 中联部部长 已经将来 1968年的四月隔离审查 69年的十月下放到河南信仰 他的儿子王命先 人民大学的讲师 不堪酷学 投河自尽 他的侄女发疯 被斗 因为邓凯 发疯 屠屠自杀 他的侄子跳海生亡 姐姐姐姐夫 因千良被赶出北京 沿途欺讨 一个饿死一个病死 也是用的家伙人 另外我再说一个就是 1937年9月在武汉 秘密入党的严宝行 张学良的亲信 宋美龄介绍给蒋介石 少将的事情 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大部分 因为有一度曾经跟蒋介石在同一个办公室 但是他这个时候 37年9月他这个 当然那个入党以后 他带领一个情报小组 在龙潭虎穴里面 这个一直工作 37年到39年 他把四个子女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一起送到娘去 这么一个功高的党员 1967年的11月7日被逼 说他是东北邦叛党投抵反革命集团 不到半年他就死在秦城监狱 江青在严宝行死亡的报告上 批示现行反革命分子 不通知家属 不留骨灰 不留疑 他的儿子 中央办公室 俄语翻译组组长 这个叫 延明富 后来在六四的时候 到天安门 去曾经劝扶过学生 在这个 当时是中央土战部的部长 这个在文革的时候呢 也是被一起关进 行程监狱 延明富 被监禁 单独监禁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单独监禁在全国全球司法界被认为是很严酷的 就剥夺了人的交流权 单独监禁七年拜 他的女儿就是1937年到延安去后来1943年回到重庆来帮助他发电报的作为翻译员作为一店员的那个女儿长女 五七年划幼 划成右派 他的 阎宝行的本人 他的太太 他妻子 包括他的第二个儿子 阎明治 都死于 还有1938年入党长期工作于白区的中央部的 何长谦 1938年被 1968年被康生宣布为国际建议 与妻子一起入 秦城 70年5月 欲弊欲众 还有1930年初入党的江春方海 毛泽东选集和 反书文献 俄语翻译的定稿人 中央编译局的 也是被江青康生宣布为数周条 专了秦城七年 这个革命者真是很心狠 外表看起来很优雅的 周恩来 赫荣 他把赫荣 把延宝行 所以文士 在帮助毛泽东整 文少奇 最后还媚得良心要拼 名标 实在都是 一般人干不下来的活 你考虑这么 阶级感觉这么战斗友情 最后要这样抹下来 原来干嘛 而且是违背自己的良知意愿 所以说呢 中共大陆的现状来看 都是来自于 直接的光芒万丈的马路 中共的改革开放 三十三十年没 艰难的挪一步都是 来进这个意识形态的 这个政治邪说 真正的 用中共的话来讲 叫做 思想长一寸 生产忘情绪 你思想如果不长这一寸 生产就没办法忘情绪 没办法挪一步 所谓的改革开放 都是改革中共 此前建立的红色思想和红色制度 都是一条条玛丽的红色的赤色的副手 所以说玛丽赤潮是赤潮破坏的源头 革命一万岁 中共就完了 中国就开始走向 另外就这条道路 这条通向文革的道路去了 历史 以信鸣接城的传统被砸碎 整个国家的价值对冲方向 还是偏掉 许多对付都搭着革命的绿车 登场 我在插点小花絮 这篇文章 我这篇文章是发表的 把2012年9月香港政论刊物动向 发表以后呢 两个老右派 看到黎梅迅 哎呦 家里面那么恐 而且他的儿子 他的弟弟还嫩 先后给他捐款 大概有那么多钱吧 他黎梅迅 一直搭上来很感谢我 裴教授您刚才 讲述了 玉家三代人的悲惨遭遇 也讲到了一些红色家族的悲惨遭遇 他们的命运都非常的坎坷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进行一个总结 您能否给观众朋友通过一些总结 给他们一些警示 这个问题很好 能够总结的 赤潮霍华 中共霍华 总结的都是太多 至少可以写一本题 但是这个时间有限 也不可能 一个节目里面说了很多 这儿只能说 两点最主要 胡适 胡适 1916年 他有一个 1916年一期 他有个长世纪 这是第一本白话新诗集 叫长世纪 出来以后 有一个名连 有两句 就两句一连的名连 叫自古成功在长世 夏连是尝试成功自古 自古成功在尝试 尝试成功自古 对任何理想性的东西 包括像马雷主义 共产主义 这些理想性的东西 以根本改变社会既有制度 为前提的这种大革命 必须要提高12万分一倍的警惕 因为通往地狱的道路 往往是举着走向天堂的旗席 你以为是走向天堂 代表长洁行 告别众相亲 大革命世纪 多少中共的年轻的烈士 就这么牺牲掉 包括后来江青 江姐 徐文峰 红年的烈士 但是实际上这是正式悲剧的开场 他们自己献身 可能最后 不定没有把中国送到 他所向往的红色天堂 而是送到红色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社会前进 仍然还是需要 你离不开一定程度的 一定限度的刻 你不可能一成不变 要改革 要前进 总的经验来说 要告别革命 因为革命进行 对这个前面的社会是断裂的社会 这个断裂的社会 带来 对当代人带来很大的 痛快 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所以说 要告别革命 迎接改革 No-Levelation Reformation 应该是这样 因此 西方思想界的 对这个问题的辩证法的总结 两句话 思想可以大胆 行动必须解释 我的总结呢 就传统不可彻底提起 绝对不可彻底提起 因为传统本身就是历史里提名的 就是这个历史里凝结的产物 您记住当时 在那个条件下 那个时空下 不得不然的许多经验 你拿一个 这个共产主义 这么缺乏 实践性 去缺乏历史 证明它是 到底是否可不可行的 这个东西来代替 已经被 文复兴以来 一直执行的 那个西方的资本主义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已经被证明它是有效的 你来代替这个东西 最后实际证明是一塌糊涂 各个厕所国家 都没有 不但没有尽天狼 都是尽天狼 这还说明什么 所以说 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 也就是说 对于常识 任何革命 所谓革命都是常识 必须接受传统的解决 而武士把传统一脚踢开 使得玛丽主义进入中华的时候 免于检验 因为它是新说 我们不说你旧的学书 旧的这个检验尺度等 检验啊 一踏糊 最后怎么办 最后实践检验 实践检验就是这个代价 多少人人头呢 至少一亿人头 夺取挣钱的时候四千万 死了 到了 没有三千 这三千多万 你将近四千万 那你这个1949年以后 至少六千万 那光是中国就一个亿 就为这次学书 为了这个中国共鸣 这是第一个点 就是说 对于革命一定要当心 对于革命是 对于所谓的理想 对于理想这个东西 是要具体分析的 不是说你理想就好得不得了 那什么事情都是要具体分析 要看哪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断裂太大 中国这个 在中国共鸣当中 1949年到1989年 简单地说 现在1979年就开始了 那么到1989年 也就不到30年 也就30年40年了 整个社会差异变于很大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追求的东西到80年代90年代 它现在已经完全不能用 社会意识形态大幅的疑患 移动变更 社会差异巨大 价值观念完全背下 颠倒过来 时代的落差太大 祖孙三代的思想观念 无法对接 价值标准大幅的断略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整个国家被颠倒 颠来倒出 颠过去就颠回来 还意味着什么 社会资源的巨大量子 前辈所追求的 所接受的教育 所积累的经验 不能 不仅没有成为子孙后代 继承的 滋养的经验 经验和教训 反而成为负面包袱 到现在为止 马力主义拆都拆不掉 毛泽东这个世界 一度移不掉 所以后人必须要把前面的 一大堆的违章建筑拆掉 必须要改革 半水千山 忽视千万推 这个拥育起来的 红色社会 具体的讲 公有制 计划经济 阶级专政 这一系列东西 要把推倒 才能建筑 市场经济 科学 发展 和民主的政治 从积极对抗的国共 争锋到今天的两岸对话 追求和谐 历史的阴沉当中 掩盖了多少国家的苦难 多少 至少是死掉了 有一千亿人 还有多少 几千亿人 生活在这个红色的车 就是百姓悲苦 国民党失败了 丢了大陆 但他们理念是正确的 大方向是正确 讲究是自己也有毛病 但比毛泽东 那不知道好多少 没有办法 所以说 坚持走 国民党坚持走西方式的 欧美式的民主政治道路 自由经济 这个方向都是正确的 你现在共产党也不能走过来 走到自由经济吗 这是一条得到实践检验的道理 这个俄国搞共产 没有实践检验的 而且是虚 当时它是武的虚论 很多负面东西都没有说出来 以后往后再拿死掉来证明 它怎么武的弄的 那个是苏联 都把正确的消息说出来 所以共产党的军事政治设立 都到了大陆 但它的共产理念 哪一种学说 是失败的 所谓的新色道路 现在已经被历史证伪了 已经被世界人民抛弃了 中国人民几内已经抛弃了 但是共产党不让抛弃了 所以共产党自己不愿意 抛弃自己而已 是马力主义是一条 引导各社会主义国家 走向贫穷饥饿 政治恐怖的邪路 我最后总结一句 太阳下面无心事 没有新的事 太阳下面总是旧的故事 在以新的形式包装再出现 无非再印证了那句话 尝试成功自古 不尝试要靠后面的时间 不断地修整 不断地修补 来不断地完善 所以这个没有一次性到位 一次性到位 一次性半个不可能 这也是在逻辑上 哲学上是错的 今天最简单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 陪教授跟我们讲述了 郁家三代人的不幸遭遇 由郁宋华隐喻的马列主义 不仅没有给中华民族 带来福音 相反这个邪恶的幽灵 制造了我们民族 无穷无尽的灾难 郁家也深受其害 其悲惨的命运令人感叹 请收看第二集 张生甫与中共初创